我的华中Josey Yap先生的電郵給我 題目是 How do you mean a broken system? 你怎樣可以修補一個已經爛了的系統? 他彈了一個來自Global Research的文章給我看 另外也說到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unlawful addresses and wrongful indictments. The police officers and judges get a kickback for putting convicts behind bars 有很多不合法的逮捕和判刑 因為警察和法官會得到一些回容 This is something they hide from MSM 這個就是不肯告訴 MSM的一個傳媒 The problem is bigger than simply bringing on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這個問題是大個只是把這件事賴是貧富之間的懸殊 This is also the fabric of what the US society is proven out of Everything is evolved around dollars From election to lobbying in DC To medical system To banking To finance To military and national security funding From education To prison system 到什麼事情 到美國也有些事情 都由錢作為的推動 整個社會看錢份上 包括選舉到遊說工作到醫療系統到銀行系統到經濟系統到軍事力量到國家安全 甚至教育和監獄 One can go on and on It is a system and a society that is totally broken 你可以一直數下去都是 這個系統和社會已經完全破壞了 So how can you manage a broken system? You can't 你怎麼可以修補這個完全破壞的系統呢? 他就說不可以 Hopefully rising powers in the world do not go down the same road 希望現在在世界上升上來的那些有力國家 不要走上同一條路 任何一個社會的體制 都是我覺得會經過一個開始發展 然後就慢慢變成了腐敗衰退 然後就由另一個體制代替 那麼這個循環呢 其實從我們中國歷史 歷朝歷代已經看到了 通常一個朝代 開始的時候 那些皇帝通常都是勵徵徒治 使得國家很好 慢慢慢慢過了幾代之後 那些衰子衰孫 慢慢慢慢就腐敗了上來 或者國家還有一個混亂的狀態 那麼就自覺不好 於是就導致國家民軟揮騰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會有其他的豪傑走出來 那麼就令到那些群雄 那樣就推翻了那個皇帝 這個新的朝代 那麼這個 在我們看中國幾千年歷史 都是這樣的一個循環來的 而這個循環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那個周期是約磨二百多年 那麼如果我看回美國 那個成立到現在都是二百多年 那麼所以呢 在那個歷史上的大大趨勢方面 現在美國是最後一個衰退期 這個是可以從歷史上看到 那麼而從那個現實上看到也是一樣的 那麼我也想現在趁一個機會 就先先講講話中介紹看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本身呢 就已經是很久之前發表了 是2014年3月31號 那麼就有作者就是一個叫WikiPalace的人 那麼他就說呢 那麼現在在美國就比起上來就在1972年 那麼大約在美國就有30萬囚犯 那麼但是呢 到了二千年 那麼那個囚犯數目就上升了去到二百萬 那麼就比起中國呢 都要多一百萬囚犯 那麼就中國的人口就比美國多五倍 那麼所以美國成為世界上是在人口之中 就被監禁為人數最多的國家 那麼就為什麼呢 那麼他要找一個原因出來 原來那些囚犯在監獄裡面 就是要做事的 那麼而做事就有人工了 他人工就是比到 還要低於最低工資很多的 那麼通常他這裡說到就是 大約是二十五千一個小時 那麼二十五千一個小時 就是說呢 如果那個囚犯一天做六七個小時 那麼一個月呢 大約是二十多美元的美元 那麼這個收入呢 遠遠比任何貧窮國家的工人 肯給肯收的工資要低很多 那麼所以呢 那麼現在呢 這個囚犯這個工業呢 就被一些私人公司 就巴欖來做 那意思呢 那些私人公司就會在外面 找些工作就給一些囚犯做 那找個工作當然呢 那些工作就給囚犯做得到的了 那麼很多時候呢 比較上是 不需要那麼高機能 但是你記住那個所給出的人工呢 就遠遠低過在任何的貧窮國家 肯需要給出的人工 因此呢 這個囚犯行業呢 成為一個是有錢賺的行業 那麼因為有錢賺的 那麼所以呢 他們就鼓吹呢 就說要立很多法例 就希望將你的囚犯數目的增加 包括呢 譬如呢 如果你是有那些 那些5克的可樂鷹呢 那你就已經被判了 5年徒刑 而呢 在白人社會喜歡用的那個 就不是那個可樂鷹 就不是crack 就是powder 而powder呢 在白人那邊 如果你是白人 你是用powder的話呢 那你就擁有500克 才要坐5年牢 那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說呢 一個就是5克 一個就是500克 你相差100倍這裡 那麼這一點 那第二呢 他們也說到就是說呢 他有所謂的 free strike rule 就是說呢 如果你犯三次罪 那你就會終身監禁了 其中他舉了一個例子 說有一個囚犯呢 偷一輛車和兩輛單車 結果呢 每一行就罰25年 基本上就坐75年監禁 沒什麼機會走出來 那麼因為是這樣呢 這個囚犯那個的 監獄囚犯的工作呢 那麼其實呢 就是一種新形式的 所謂的奴隸制 那麼你在囚犯 你已經是被人家溫住了 你一是做 不做的話呢 你就會被人家 是 isolation 就是獨立關禁固 你知道人呢 就是一個 sosal animal 我們中小團 有聯繫的 一個 獨立關禁固 是一個很嚴耗的懲罰 那麼所以呢 那些囚犯會被迫這樣做 那麼就算呢 在一些所謂比較好一點的 那個工作環境的監獄裡面呢 都是給到大約五十千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 所謂那個製造業回流了 那回流進去 美國的監獄裡面 那麼這個就是 這篇文章的大意 我會把這篇文章的大意 一樣放在那個 Description 給大家看看 所以有兩個大問題 第一就是 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美國監獄的運作 已經是被那些有錢勢力 就包攬了 而利用那些在監獄裡面的囚犯 作為一個奴隸形式的製造力 那個努力 於是就可以做一些 普通的簡單一點的勞動 那麼也都 這個他也說到 在歷史上 美國一向都是這樣的 由就算是 解放客人之後 都會利用各種的藉口 把黑人重新捉到監獄裡面 捉到監獄之口 於是又是當奴隸這樣用 這樣的系統 可不可以改變呢 這樣就在中國的情況下 通常這些改變是一個 很流血的事件 就是說就是那些 民憤很高 於是就有些人出來 就是組織起來 反抗政府 於是就慢慢慢慢 結果就推翻了政府 現在的武裝力量 就很厲害 譬如我們看到現在美國的警察 基本上跟軍人的差別相距很少 他們一樣有裝甲車 有其他各種武器 雖然美國民間的槍械多 但是呢 民間的槍械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和軍隊手上有的槍械可以比較 那就是說如果美國需要通過革命的途徑來改變這個社會的話呢 那流血會非常之厲害 因為尤其是兩邊衝突 一邊就是兩邊都有相對厲害的武器 那以前在中國 那以前在中國你是拿刀斬 拿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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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殺傷力都仍然是有限 那現在你說的是一些 就是有大量殺傷力的武器 那 自動機關槍 那或者是大型炸彈 那之類 那所以如果美國需要經過一個革命途徑 那這個流血會很厲害 那但是呢 那在近代歷史上發生了兩件事 那一件呢 就是蘇聯變成俄羅斯 那這個就是 亦都是沒有什麼大流血 那當然呢 那他的改變呢 就是因為 克... 不是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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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事情 那他隨んだ 那就是呢 就會采製了美國 的解采 說謂 斯多德 所以就 中間的 eyes 有一段時間呢 那些人呢 那些人就Fedman 而畢竟說 引起協助 這個是一個例子 那樣 第二個例子 是對毛澤東死之後 那就可以透過 進來 這個 是ально 甚至 由一個非常專制的社會,一個非常貧窮的社會 轉變成一個比較開放 當然現在中國的政治仍然是共產黨專政 雖然可以說是專制社會 但是起碼中國社會就開放了 肯和外國科學文化之類接軌 這些中國人就有錢起上來 這兩個的改變都是經過沒有流血的改變 當然你說四人幫被他抓下去,槍斜了 這個可能會流血,但這個相對來說是一個很和平的改變 那至於美國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這樣的呢? 那我覺得就不可能 原因是這兩個改變都是發生在一個專制社會裏面 就是說當那個領導人拿到大權之後 他基本上就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因此他才可以將國家由一個狀態完全轉換成第二個狀態 因為他是專政 而美國所謂民主呢 而民主你就算有一年選了一個好總統出來 但是那個總統仍然會受國會呢 諸多限制所謂的check and balances 因此我看不到美國怎樣可以通過一個和平途徑 好像蘇聯變俄羅斯或者毛澤東時期的中國變鄧小平之後的中國 這兩個的照片方式看不到美國有什麼可能發生 那這個是一個悲劇來的 那如果這兩個不行的話呢 那唯一剩下一個就是 就是靠流血革命 那流血革命這件事我就非常不想看到 因為我媽媽和我三個妹妹都在美國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不願意看到這件事 但是似乎這個就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至於什麼時候發生呢 我都沒有辦法可以看到什麼時候可以發生 但是美國現在的黑人和白人之間的民怨是非常厲害的 但是那個白人拿著那個武裝力量也都非常大 而黑人的武裝力量也有限 那所以現在看到他改變的機會不大 那至於現在我們看到在美國有很多 譬如那些occupy Wall Street之類 有很多那些抗議示威活動出來 但是這些抗議示威活動 我就覺得是組織不了足夠的力量 去改變現在那個美國社會的所謂vibrate 那個基本上的結構 所以我不看好美國政府的將來 尤其市場的大前提就是 美國現在的經濟問題 當然啦 現在很多時候表面上 美國現在好像很富裕 但是如果我們實際上計算起來 我已經很多次說過了 美國政府如果將它的應付款項 即是Pensions、Medicare等之類 計算到Present Values 計算到現在應該計算的錢的數值 而入賬的話 看看你拿什麼估計 有人估計是六十幾個Tillion 去到一百二十幾個Tillion 我們拿中間當作80個Tillion 加多80個Tillion 在政府的debt上 再加上現在它本身 差了十七十八個Tillion 差不多是一百個Tillion 左右的government debt 如果government debt 是一百個Tillion 如果interest是三四個Tillion 的話 美國政府現在的稅收大約是兩個Tillion 左右 換句話說美國政府已經是Bankrupt了 如果美國政府是Bankrupt了 換句話說 拿著美國政府債券的債券 就會是Bankrupt了 不值錢 而現在問題是 世界上各國的儲備 其中有六十個Percent 全世界平均來計算 每個國家的儲備 有六十個Percent 一是以美元 存在Federal Reserve裡面的數字 或者是拿著美國政府債券 如果美國債券和美元 這兩件事都會塌了 價值突然間沒有了 不是不可能的 譬如我們見過很多超型通脹 譬如是1924年 在德國發生的巨型通脹 這些事例 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當這件事發生的話 這一筆儲備 即各個國家的六十個Percent 的儲備突然要write off 的話 或者將它由六十個Percent 的儲備變成只有六個Percent 之類 全球的通縮 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這個原因 每個國家不願意把美元推倒 因為如果一推倒 全球都痛縮很厲害 所以這個是 我現在進入了一個 我都不知道怎麼可以走出來的途徑 但如果政府可以靠日銀子而維持 歷史上就不會有這麼多 Civilization Collapse 羅馬帝國 很多其他 文化都是因為 政府過度消耗 他的國父 引致要倒台 你靠日銀子而不需要倒台的話 歷史上 一定有人試過這樣可以成功 但沒有一個成功例子 所以今天 美國的形勢是很特殊的一個形勢 這個形勢 是否正在改變呢 是 為甚麼呢 因為 很明顯 中國和俄羅斯 所簽訂的所謂 能源協議 雙方貨幣 就是可以說是最大單 離開不用美元作為結算貨幣的大交易 那麼這個交易 一開始了之後 就會越來越多交易 會用各個與各個之間的貨幣作為交易 而將美元作為國際交易貨幣這個位置 慢慢慢慢看 取代了出來 當美元失去了作為國際交易貨幣的地位之後 國家就要考慮到底要不需要存那麼多美元作為國家儲備 那麼如果國家將存美元作為國家儲備的量調低 一調低的話 那些美元去了哪裡 走出來的話 由市場走出來 不需要再用那麼多美元走出來 那些美元就會流回到美國那些人就會想拿著美元 跟美國或者美國政府換回一些有用的東西回來 於是那些錢就會流回到美國那些資產 或者買美國那些有用的東西 那這個買進去 美國很大部分的財產就會流走 那麼最終政府的債務就算現在這樣倒下去 最終都是美國人要給的 就是所有美元加起來要給的 那麼當然我們知道 就是譬如美國現在它的GDP 那大約是十幾個Tillion 那麼這個十幾個Tillion 當然後面的那個 那個Asset Engine 當然是大約你十幾個Tillion 很多 但是如果我們說的 就不是說十幾個Tillion的錢 流回到美國 而是說的是 過百Tillion的錢 流回到美國 那麼這個過百Tillion 基本上可以買了整個美國GDP後面的Engine 走 那個整個財產走 所以美國人會突然間窮得很緊要 因為你基本上你國家所有資源 都這樣熟一聲買回走 那麼你政府當然可以說 我不肯買不肯買的話 又引致另外一些其他問題 那麼我這個和大家一直這樣分析下去 可以很小 但是我想大家可以現在開始 想像一下 可能未來五年十年 那個世界形勢會怎麼樣 會不會還是美國那麼強大 作為一個主導呢 我就非常深思懷疑 但是 我相信一定是不同意的 但是聊聊天吧 沒有數位了 拜拜